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观测战 我是胡婉玲 今天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们要独家专访的是 超马冠军选手陈彦博 他特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欢迎彦博 文凛姐好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彦博 好 今天有没有觉得彦博 特别的帅 因为平常在镜头前 看到你快要到达终点站的样子 我就觉得很惨 因为跑了很久 这个沧桑 甚至带着血汗的感觉 难得的机会 你是不是跟我们报告一下 从2018到2019之间 你现在有什么新计划没有 其实在2018到2019 在现在开始的话 会让自己多一点 不一样的技能的学习 因为主要还是以极低超级马拉松 选手选手为主 所以在过去的话都是一 长距离的耐力赛事项目 那在往后的话 开始会去加入许多 比如说像是攀岩或是缩西 那或者是对冒险的一些更多的介入 那包含是南北基的一些的一些技能 对 2019年 有没有什么大赛事要准备要准备要准备参加 2019年的话 今年 今年在2018年确定会去应该是巴伦西亚 那还有其他的赛事 那2019年的话 会去MDS 就是Marathon Disabble 那还有Bed Water OK 我还知道你其实在去年底出了一本书 叫做Run for Dream 是出发 出发 一开始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是它主要是在写我在2016年 四大吉地比赛的赛事的一个故事 那2016年的时候去了 沙拉站的赛事在纳米比亚沙漠 然后第二站是在中国戈壁沙漠 第三站是在治理阿塔卡玛沙漠 那最终站就是在南极洲 那这四站都是七天六夜分战赛 那每一场都是250公里的比赛 出了书 听说你还接下来还出你的纪录片 它在今年的5月31号 很荣幸会变成一个纪录片 然后会在台湾上映 拍摄了多久 拍摄了 其实是彙整过去整整十年的影像记录 然后加上导演他们又跟着一起去 最维站南极站拍 然后又去了很多地方 还有阿拉斯加 我觉得感觉上你很青春洋溢 其实就充满热情 跟超级马拉松跑步有关系吗 应该是爱运动的人 或是投入在这里头的人 或是你相信这个理想 在梦想里面的人 其实大家都会 会有这样子的这种特质吧 感觉上你笑容满面了 彦博笑容满面觉得很阳光 而且很适合跟人群接触 但我知道超马 超级马拉松这种赛事 跑的过程呢 95%以上非常寂寞的 基本上比赛都是 你会有很多选手参赛 会有到百人 那多场也会有到千人 一跑不久就可以拉开了 对 拉开之后 其实基本上 你都是在跟自己一个人讲话 那有时候 特别是跑到晚上的时候 我最久 大概有八天没有看过的人 那你都跟自己讲话 那其实我们这一辈子 我在跑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的想法出来 因为其实这一辈子 我们都不断在说话 你会跟父母说话 跟子女说话 跟长官说话 跟你的朋友说话 可是在这样资讯发达的时代 在这样压力社会的情况下 我们很久都没有 跟自己深刻对话过 所以透过竞赛 通过极地超级马拉松赛 能够在大自然的荒野中 你很容易能够去了解自己 会不会跑到都想哭 觉得好寂寞 情绪点会 情绪会被放大 然后孤独跟压力会被放大 但是满足感也会跟着被放大 所以可能跑到一半 你会突然间就会 因为想到一件事情 在当下的时候 他的情绪被放大 你会感动到 突然跑到一半就流了下来 曾经你想要感谢的人 或者是曾经 让你有后悔的事情 在每一刻 在每一步在跑的时候 他都会随着 每一次比赛的情绪 你疲惫的程度 你的这个情绪 会跟着被养溢 就像波浪一样 好 那很有意思 因为一跑就好多天 那有没有限定一天 可以睡觉多久 吃饭多久 跑步可以多久 要不然有人说 我24小时都不睡觉 我跑了那一定比你 跑了18小时 路程还多吗 有没有一定限制 一定的时间比例 有 比如说比赛 我们的比赛 下面又是七天六夜 或是属于分战赛 长距离的分战赛 那就是谁先到 那谁就可以先休息 那隔天一样时间出发 那就是先到的话 他们就是会先去 每一天比赛时间 那加总 谁最少谁就是冠军 这是分战赛 那另外一种的话 叫做non-stop 就是不休息的赛事 比如说有 330公里不休息的 Toto John 在这个意大利的比赛 还整个阿尔卑斯山 那还有在那个 加拿大玉空 在零下50度的地方 你要横越700公里不休息 那这个比赛的话 我差不多两天才睡一次 睡一次大概只有睡 大概20分钟 或只有10分钟 那或者是更久的话 可能撑到三天 我才休息一个小时 然后再继续比赛 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夕成名天下之 其实燕博在练的时候 在跑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来讲 大家都很难有什么知觉 很难 因为这个过程太长了 你不太可能 每一分每秒 都跟着他在过程 可是快到重点站的时候 到最后跑出 非常好的成绩的时候 我们又可以分享到 那种喜悦 我想观众朋友 都对您很好奇的 因为您一生是充满了故事性 我们要来挖掘一下 这个因为听说燕博 从小的运动细胞都非常好 可是他的第一个运动 的项目呢 不是 当然不是马拉松 当然不是超马 那最早件事是什么 早件事是竞输滑轮流兵 所以滑轮流兵嘛 那小时候就滑得很好 小时候就滑得还算不错 那在青少年的时候 在我国中的时候 拿到全国的第二名 300公尺个人即时赛 那我怎么没有继续下去呢 在85年左右的时候 竞输滑轮的环境其实没有很好 因为还是以重点 式的培训项目为主 那其实台湾的滑轮流兵 其实真的很厉害 那就光是在台北 新北 台南 台中跟高雄 屏东 其实在那些选手其实都很强 还有教练 那在过去的时候 其实台湾在世界杯的流兵的比赛 都是拿前三名的 可是那时候并没有 在这个社会上并没有被重点的发展 可是那时候也因为家里住在台北 然后爸爸妈妈就 我准备要升学到高中的时候 我就跟我 有一次我跟我妈 他跟我爸提 说妈妈我想要升星到屏东的潮州 然后那边去跟丁永祥教练 去练流兵 然后我爸讲说 你老板都不要回来 我告诉你 这什么意思 就是不要下去到南部那边练流兵 就是在台北就是念书这样 那那个时候 也不知道未来升学该怎么办 因为升学那个时候 用竞输流兵的成绩 其实没有办法去申请 比较好的学校 那你当时学科成绩好不好 也不好 也不好 会这样子吗 很多人说其实运动好的小朋友 成绩都很好 你擅长是理科呢还是文科 我后来是在 我后来是念第三类组 对 就是在生物跟美术 我比较有兴趣 那后来之后 我国中教练就给我一个报名表 那国中教练吴嘉宁老师就跟我讲说 你去试试看成员高中的潘瑞根老师 他带选手很不一样 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跑步 只有跑校庆的冠军了 1500公司 可是也不错啦 可是出国比较 可是光是跟全台湾的选手比 我比不上 我连全国赛的决赛都进不了 副赛就被刷下来 可是你还是进了田径队嘛 对 这是因为这样的应由进去的吗 对 就是跟了老师 那时候就报名了 结果上了成员高中考试 每一个选手都是全国赛 全中运 拿前三名的都冠军 然后只有我副赛被刷下来 可是刚好那个时候很荣幸 成绩是吊卡尾 最后一名进去的 还是进去了 对 所以我就从溜冰 转成是田径 那什么样的应由 你田径就田径嘛 你什么样的应由你会变成 转成马拉松呢 马拉松是 马拉松的话建议就是要在 18岁之后或20岁 再发展转成是马拉松 所以在年纪之前跑马拉松 对身体的发展都是不健康的 所以在我高中拿到全中运 努力三年之后拿到全中运冠军之后 上了国立体育大学 那转接是张永正教练 那也是国内常跑的国家代表队教练 那张永正教练就问我说 你要不要尝试看我马拉松 所以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那很荣幸那个时候就被派去日本 那就比了一场马拉松赛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从5000公尺跟1万公尺的项目 转成是马拉松 教练重要吗 对你的这个马拉松的跑步 重要 教练 如果没有教练的话 我只是一个肉体 我只是像机械般的运动 但是有教练给我的教导 让我注入在 有温度有热情跟灵魂 在这个肉体上 可以让我继续往前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 你说跟教练的关系 为什么 超马也好 或者一般马拉松赛跑 都是都很长嘛 那教练是 赛前的耳其面命重要 还是跑的过程 一步一气的跟你旁边 因为他也要有那个能耐跟你跑 是不是需要这样吗 跟教练的 他训练你的互动关系 是建立在什么时间点上 教练其实不用跟我们训练 他会在操场的中间 然后看我们做配数 那教练会透过他的眼睛 然后大量的经验跟技术 那看每一个选手的心理状况 还有他跑步的频率 两只脚的频率 还有他的律动感 还有他的心态 所以教练其实一眼 很多人会说教练为什么能够去试才 或会员试音才 就是因为大量的经验跟技术 让教练能够一看就知道 你的问题在哪里 这个选手好不好带 所以那个时候教练一看完之后 就突然都会不讲话 然后突然结束之后 我们会写训练日记 那训练日记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完全没写过 像现在这个年代 没有人会再写日记这种东西 可是教练会叫我们自己去设计封面 所以我们又会有 训练封面日记的设计比赛 那时候还知道教练的用意 所以如果你真的喜爱这件事情的话 你会投入时间去在 这个训练日记的上面 所以我每一个人都很认真在做 教练就看得出来 选手有没有用心想要开始 然后就把我们的每一个人 每天训练完的话 因为其实心可以去博很多事 有些人可以放在心里 有些人可能想要讲出来 那教练就是透过训练之机 去了解我们 我们也新人教练 所以跟教练的 catch的这个点 就是当我们把训练的状况 跟心思讲出来的时候 老师他都会一本一本 回我们 所以我每一天训练完之后 隔天最期待的 就是拿到教练 拿回来给我们的训练之机 他比任何一堂课都还要重要 你指的是潘教练吗 对 那跟着潘教练多久了 其实一直从高中开始 其实虽然说我高三毕业了 可是其实到现在 其实没有断过 还在指导您 对 哇 真是不容易 不过你也逐渐的交出 漂亮的成绩带 可是我在想 你这个从运动 刚开始是业余的表现 然后逐渐的优秀 但是就你说的父母对你 你想学什么都还有意见 当你决定开始跑马拉松的时候 父母有没有意见呢 哇 这个没有 我爸爸妈妈是云林人 然后他们比较是 传统式的思维 所以爸爸妈妈他们总是希望说 能够念书就念书 能够得到好工作就得到好工作 都是用师 不管是牙师 医师 律师 老师 会计师 对 会计师最好 那 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跟我爸爸讲说 我高中拿到全国冠军的时候 我开心打电话给我妈妈 妈妈 我拿到全中英 一万公尺冠军了 妈妈就很冷落地跟我讲说 那这在做什么 有证金吗 哇 因为我付出的是 我所有的时间跟青春 头发起来我最热爱的事情 当我获得这个成果之后 我最喜欢是跟家人分享 但是父母没有给我正面的回应 所以我就打给爸爸 爸爸那时候烫衣服 家里那时候在做衣服的那种代工 爸爸爸 比赛等一名 一万公尺全国冠军 要想看大学要不要继续训练 不然学费 生活费要缴 那个很麻烦 就是你要缴那么多钱这样 训练的跑鞋 装备 出国那些费用 移地训练 你不要找什么 哇 那时候我记得 我最难过的事情是 当我把电话挂掉之后 我看着其他队友 打给他们的家人的时候 他们的那种就是 喜悦 喜悦 其实跟我那时候内心 其实是蛮受伤 被泼了冷水 对啊 我永远记得那个画面 所以后来之后我在台湾 拿到一些 就是在比如说 一些不错的名次 或者是在台湾训练的时候 其实爸爸妈妈他们 都没有到场上 就是来看过 所以就便是我对 我对于家里 自己的一个疙瘩 因为父母是用 比较传统的观念 来看待这个事情 那之后呢 你这些喜讯 就逐渐不告诉家里 后来之后 知道爸爸妈妈他们 其实不支持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去 分享任何事情了 比如说大学要去 中国那边要去 一地训练 那就是说 妈妈我们那个暑假 要去跟省队那边 去他们一起做训练 他说 好啊 下面就等来 那其实最大的冲突点是 后来 去了2008年 跟游戏举止集团 这个 刘执行长 那还有 一姐前辈 我们去完之后 我第一句回到家 入选了 回到家就说 爸妈妈 要去北极 我跟我爸和我妈 他们在看电视 播那种地理频道 北极熊 有可能会猎杀 肚子饿舌饿 还有伤及人类的一些案例 然后我爸回头说 你刚才说什么 然后就后来 就坐在圆桌上 然后爸爸就讲说 就这次而已 就这次我告诉你 你起来就不要 我不要再去做 做运动的事情了 他就想后面的投入 然后妈妈 也不是这样说 这把没钱 想要说可以做啥 走路可以做啥 她说爸怎么办 我就 后来妈妈讲了一句话 就说 那个 你去那边 谁照顾你 你那边什么都不会 英文又不会 英文一句话都不会讲 怎么能够出国 那我就说 不用你忙碌 这些我自己都会打理 后来之后 我爸就拍不 我亲自的情形 我爸就拍桌子 砰 她说 我这个做老爸跟你说 你听不懂是吗 然后后来之后我就 我也绕了一句话 可能跟我爸个性很像 你妈 然后我就走过去房间 然后板门就关起来 就那个时候就在 因为这件事情 就决裂了大概半年吧 但是你还是持续做 你自己该做的事情 你自己坚持 你自己觉得你可以做了 你就继续做下去 大家好 我想观众朋友 一定很好奇 听到 这个彦博 这样子走过来的经历 当然想到的 现在已经很多问题化解了 可是这个过程走过来 应该是不容易 当然很多人 现在心中就 换起了很多的问号 那你怎么解决财务问题 否则你怎么 坚持在这一段的呢 我们稍微到节目 我们听听看 他怎么走过来的 各位好 欢迎继续收看我们新闻观测站 那么我们今天独家专访陈彦博 那么彦博 我这里先请教你 你这一转转转从这个滑冰 然后再到这个跑步田径 田径到了这马拉松 可是马拉松跟超级马拉松 是不一样的 又更长更远 这里有没有差别在哪里 马拉松是42.195公里 那极地超级马拉松 就是超过这比赛距离 那比如说50公里以上 就叫超级马拉松 那极地超级马拉松 就是在雪地高山跟沙漠 这种三种环境下竞赛 就叫极地超级马拉松 那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 觉得说 我跑马拉松选手 我是个马拉松选手 那我要再挑战超级马拉松 因为其实在这样的机缘下 因为在大学毕业前 那看到很多的一些 国家代表队的学长 那他们回来之后 各个项目的其实都一样 那我们看到 因为我们这些做学弟的 会期盼这些代表队 回来的这些学长节 他们的未来的发展 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持续前进 可是当一次又一次 大家卸下运动员身份 开始去转做其他工作的时候 我都会问自己说 难道运动员的未来 只有这个样子 只有这样子而已吗 那也有去做卖便当 或者是也有去做保全 或者是换工作 或者是到其他的大行业里面去工作 然后我就跟自己讲说 难道运动员 真的没有办法一辈子吗 或者是这一辈子没有办法去转型 那做成是其他运动产业 继续做你热爱事吗 那时候大学其实并没有太多想法 可是我知道说大学毕业也许不能再跑了 所以我就看一些上网资料 看到2008年 突然有一个机关冒险计划 是居治关华基金会 他们说要去入选 这个一位北极600公里的一个探险 我就看自己 看了这个资料就说 哎呦 报名好了 报名完之后就把 比完之后就把运动鞋封起来 然后就再也不跑了 没想到一跑完之后就开始 踏入这个基地的这个比赛 那那次跑完有没有成绩啊 那个时候是第三名 好像是跟李毅杰他们一起 李毅杰跟刘伯源执行长 所以跑第三名好成绩 所以获得鼓励 但是这个还是没办法解决 你生活财务问题 因为你父母的担忧 这个问题是现实的 所以后来你是怎么样去解决 我听说选手 当然很多人需要人家赞助募款 你是靠这样来维持吗 嗯 其实回台湾之后 我就第一就跟爸妈讲说 我要去看看 然后我爸我妈就说 你说啥 对 然后后来 我就跟我妈讲说 先不要跟我插 让我去看看 那我就一天到晚关在房间里 因为在那个比赛 我就决定说 我想要去尝试看这个运动项目 因为我实在太乐爱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 你深刻到感受到自己 那种强烈感 后来之后我就关在房间里面 我什么都不懂 所以我朋友给我一本 企业的百大名册 然后说 你可以试试看 这我不能 我不能做的 可是我不能帮你做什么 可是这我唯一能帮你能做 然后就都没有任何人脉 我也不想让 也不想靠爸妈 所以我就自己从总机开始翻 然后再开始这样打 那也不会做企划书 电脑系统也不会 所以我就开始上网自己学 所以自己做PowerPoint 自己做Word 然后把它做成企划书 然后介绍比赛 然后我需要多少 那个比赛的费用 报名费是多少 然后出国比赛费用是多少 都列出来 然后就开始 一个一个从总机这样开始打 应该挫折比成功的多吧 千分之二 千分之二的成功率 应该是千分之二 对 因为 我很清楚记得我第一次 自己打赞助电话的时候 是手还在发抖 真的啊 因为不太好意思讲出来说 就是你们可能不可以 赞助我去比赛 讲不出来 不敢讲出来 知道对方的窗口 这样说 你是需要我们公司提赞助吗 然后说对 谢谢你 他在按转机这样子 通常都 都很难接触到 真正的关键人 大家都是他们的秘书 那所以应该大部分都是挫折 那心情会不会造成影响 会啊 我大概一开始尝试了半年 然后我把每一家的电话 都会先打 总机先打一次 总机可能就会想办法说 可以帮我转到公关部门吧 就是一直每次都转到公关部门那边 那如果有接通的话 你说我可不可以寄email给你 然后就寄计划书 再寄 资本的 卡片 然后完了之后 再寄email 这样子 所以我每一次都这样做做做做做 每一天 大概打到 两 两百通有 一百通到两百通的电话 每一家都一直打 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那 那半年下来 其实没有任何的回应 前半年真的没有回应啊 没有 其实连回信都很少 可能几封几封这样子 我觉得彦博的这个个性不错 他遭遇这么多的挫折 他没有因为这样而走到别人的偏执 或者是失望挫折气馁 觉得现在看他还是很乐观的样子 那我们要加讲一下 你第一家要愿意赞助你的 是哪一家厂商啊 是那个 一开始是欧苏丹的陆总经理 那女生都会说 怎么可能欧苏丹占据你 对 我记得那个时候 是我第一次直接 老板就是听我简报 我那时候手还会发抖 讲完之后 那种 陆大哥就酷酷的 现在是Vela Vita的 然后 然后 我都酷酷的都没有讲话这样 然后起来 然后都没有笑 一门就 那个 精神很棒 那你能不能挂我们家公司 如果都不要紧 有挂跟没挂都没关系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 去比完赛平安的回来 然后把你的故事分享更多年轻人 这是我希望你做的 哇 你是 老板在跟我讲话 老板 那是哪一年 2009年 那 后来回去才发现说 不对啊 董事长也没有说要 那个总经理也没有说要赞助我 对 可是后来其实是有 只是没有讲出来 后来之后 我记得我第一封信件 它传过来的时候 大概是我努力了一年 这整整一年多 一年半 努力下来 我收到第一次的赞助 然后的认同性 而且甚至是被鼓励 然后我记得那个小姐 就打email过来 我在家里 我记得那天训练完回来 我打开我的这个电脑 然后有email 我就看 然后还是汗这样 看着看着 我就看那个小姐讲说 我们总经理听我的简报 希望 觉得你这个梦想很好 那我们其实也很想为你加油 我们真的很感动 哇 第一是有这么直接 进入到你心里面的 关心你这种感觉 我整个在 电脑前面开始哭 我说我能够出国了 但是我努力到一年半之后 我真的感受到 原来梦想真的可以 是被实践的 所以 那个时候我在房间里面 就是有大叫这样子 尤其那个时候 你还不算真的 功成名就的时候 名气不够的时候 万事起头难 但是一旦开始以后 如果你真跑出成绩了 应该就轻松很多 出国 你马上碰到都是这些问题吗 对不对 我那时候记得2008年的时候 我去第一场持北级的比赛 我那时候满怀的热血 就是我年轻 我什么都可以 可是后来发现我出国之后 他们在上很多课程 比如说我们都要上 比如说三天两夜 然后整整的课程 就是包含你地球的磁挤 大气压的变化 动伤 怎么投药 GPS的设定 学校的卡榫 我说哇这些 学校的英文课根本都不会教这种 中有名词吧 所以后来我听到快睡着 然后其他的选手 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之后 我就 开始就有点羞愧 那时候我还知道说 如果我的梦想是世界 我第一个要学会就是语言 那也因为这个样子 我一直知道说 我一定要学会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 回来之后开始去学英文 那我记得我的是邮局 大学的时候是邮局户头 只有三千块到八千块 可是我没有办法去请英文老师 或者是请家教 或者是去买英文的所有教科书 所以我就买了 一大堆A4的列印字 然后把每一个比赛 主办单位的网站资料 全部都print 列印下来 然后开始用Google翻译 一个一个去发音 那我文法都不懂 可是我满怀热情之后 我只要读懂了 我就能够去比赛 所以每次比赛我都这样做 然后慢慢的就把英文 能够学好了这样 你看到这个燕博呢 笑容满面的 讲了过去的成长历程 听起来好像他都能够克服 其实他遭遇过的挑战 更多 我们看到 曾经看到过 他提供一些照片 就是惨不忍睹的照片 他怎么走过来的 稍后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新王贯测站 其实台湾 现在非常流行马拉松赛 甚至有办马拉松赛 就是跑一半的 实际上很多的赛事都不是非常的专业或职业化 其实边走边玩的也很多 而且跑起来乐趣无穷 但是呢 陈彦博呢 现在做的都是不断的向人类的极限 体能的极限挑战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照片 我们一般人要走个50公里 走路走个几星期 可能都还蛮辛苦的 那现在要跑 而且在一个时间内要跑到完 其实人体是有极限的 也就是说你跑了几万步 多少步伐以后 你看那个脚底下皮会破 那你可是眼看你觉得你还有体能 可是呢脚就是会受伤 它就是会破 那你还是得把它跑完嘛 是 你不会停下来 不会 那好痛哦 在那次比赛是在 2018年的布丹的超级马拉松赛 那因为跟前面几位选手 法国还有一个 两位法国选手竞争非常激烈 那我们的比赛路段 其实就像是那种泥土 会松动的石头 那我们都只有点石头去冲刺 再冲下坡跟上坡 所以多面积的摩擦之后 那我的脚底就开始皮会慢慢的 因为压力的关系开始在变动位置 那时候开始就慢慢的驼皮 然后把整个皮掀起来 那别的选手也有同样的问题吗 类似 但是没有我这么严重 对 那那个时候我第一件 我第一个看到之后 把袜子脱起来之后 所有的医生跟大红人医生 整个就污嘴 哇 damn 然后说what 后来之后他们就说 叫我自己看 然后回头看的时候 说啊靠 完蛋了 所以现在能不能再跑吗 对 那时候我第一件事情 就讲说能跑吗 但第二件事情 我很理性的 就先去问医生 那医生有先做治疗 我就问医生说能跑吗 他说先消毒看看 那所以就把整个皮剪掉 然后直接消毒 在刷的时候 哇 很痛 受不了 刺痛到你麻到快麻到心脏 那后来之后医生就 用second skin 就是第二层皮肤盖起来 然后一个tap 把它cover完之后 医生就说 应该是不会infection 应该是不会感染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观察它 那你应该是可以继续竞赛的 但是probably 就是你应该是非常痛的 对 那他说你自己可以决定 你要不要去比赛 那时候我就慢慢 还差几公里啊 还差大概六十几公里 可是那时候 我后来之后才了解到 就是做任何事情 如果它不会 第一个原则是 你不会有永久性的伤害 然后第二个是 你不会造成生命危险 任何事情值得全力以赴 可是你后面那六十公里 跑起来会不会特别的痛呢 还是就忘了痛 痛到忘了痛 就一路痛到终点 每一步就是你脚跟只要一拙到地板的时候 会有石头在下面的时候 你整个会萎缩刺痛到 会这样整个抖一下会失去重心 没有一刻后悔过吗 在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没有 因为我知道我多跑一步 离终点就越近一步 那最后成绩如何 在不断那场比赛 硬撑到终点 虽然说后来被拉开 后来又追回来 那场比赛拿到第一 还拿到第一 这就是血泪的第一名 真的是 我这个脚上都是血 真的没有哭 最后面比完赛要失掉 手开始哭 因为太痛了 那有没有那种体能 其实跑起来 就是几乎是跑不完 很痛苦 很想停下来 很想终止 那内心的挣扎 有没有经历过 有 最深刻的感受是在 2016年师大吉地的第二章 中国戈壁比赛 那在那种比赛 是我爸爸妈妈他们第一次 要去看我比赛 因为离中 离台湾 离台湾最 离台湾最近 那 我那时候记得 我们 我那时候对于家庭的渴望 是我这辈子其实 很少得到 爸爸妈妈父母亲的一句赞美 这是我最渴望的 那后来小帮手 知道我事情之后 他就 突然帮爸妈定级 不要跟我聊 说你爸妈会到 比沙漠的终点 那边看你 我说 压力更大 因为爸妈第一次看我比赛 那我就说 知道我这样比赛 一定要拿冠军 如果拿到冠军就等于是 我爸妈在场上 看到我冠军 那他们也会认同 我做这件事情 那他们因此 他们也可以感到 就是认同这个 小孩在做的事 我那时候 我们在比赛的地方 是7.6 250公里 那从 要跑到天山 富两度 又进到戈壁滩 戈壁沙漠 所以气温又从 富两度到 30度 40度 50 60度 那在 第五天的时候 跟第六天 是long day 把两天赛程加起来 76公里 那出发之后 是8点 一直到下午1点 从 气温从30度 一直飙到40度 50度 51度 52度 一直到下午6点 下午1点的时候 是摄氏的56度 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 竞赛连续8个多小时 在进到 第二个检查站的时候 我突然 什么都看不到 然后突然就跌坐下来 那个时候才知道 说我太 要拼这个名次 水分摄取不够 那个时候开始热重数 然后再严重下去的话 就热甩截 到最后的话 必须要静脉注射 身体食盐水 那马上把身体降温 才有办法去救 把我的体温 这些状况都压下来 这是很危险的 这是很危险 因为在前几年 就有选手 因为热衰竭的关系 造成死亡 各国的比赛 可能有一些案例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说 我可能没办法跑了 我要出事了 我在检查站 原本是第一名 躺着 看一位游位选手 追过去 我知道 我可能没办法 再追回这个名次 我站起来 要往前赶快去跑的时候 结果膝盖又 砰又跪了下来 就直接跪到沙子上 在那一刻 我不断哀求自己的身体 说拜托你爬起来 再十二公里 就到终点了 你就可以脑子冠军了 爸妈都在终点等你 于是我再爬起来一次 砰就又跪下来 在那一刻 我几乎快要放弃我自己了 因为我身体 已经没办法再给我 我第一次让我自己 没有办法去控制 我自己的身体 那个时候开始泄尿 我就知道说 我可能要出事了 后来 在最后一天的时候 我使命地撑到终点 因为我知道 爸爸妈在终点等我 那一站没有拿到第一名 那一站拿到了第五名 那一站是我经历过 最痛苦的一站 出来的风都像是火烧 然后你吸不到任何的空气 你吸进去都没有 感受到没有那个空气 就只有热气 然后你的肌肉像在燃烧 你的心脏开始会麻痹的刺痛感 可是后来之后 我知道爸妈在终点等我 我算说只有拿到 所以一开始第一 掉到第五 所以我全力地冲到终点 在终点前 我听到很熟悉的口哨声 那我爸爸吹那个口袭超强 就是每一年过年的时候 在三合院 然后 七点 晚上七点八点 我们在田里面去 那种玩那种控寒机 在烧火田里面 我爸就出来吹口袭 说 不认识 不认识 不要生火啊 再加班 然后 我们就跑了 我们跑去吃饭 可是那一次 在那一次口袭二 不是出现在 雲林过河院的过年 而是在沙漠 我听到这个口哨声的时候 他在催你赶快到终点站 对 我很激动 爸爸妈妈他们真的来了 然后越来越靠近终点的时候 我看到 清楚看到我爸妈他们的脸 就是我知道说他们真的到了 一到终点我爸妈 妈妈帮我挂上奖牌 然后一直看我们受伤 我爸来 我就第一句要跟我爸讲说 爸 不好意思 你等一下去看比赛 但是又不能拿到冠军给你 是吧 然后我爸就 不好意思我都被 说鸭子 说这做啥 你能够比完这个比赛 一定是我很骄傲的小孩了 就在这一刻 化解了我跟家里的 我心里的这个疙瘩 也在这一刻 我爸爸妈妈他们完全认同了 我在做的这件事情 而且他们也开始运动了 好 我们预祝彦博 跑步顺利 一关又一关 都是道道成功 好不好 谢谢你 谢谢你今天的参访 谢谢 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见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